其实懂得人性,你才能谈好恋爱 第一个就是不要去过度关心对方的生活了 你千万不要去瞎想 当他有分享欲的时候,那你就听着 如果他对你毫无分享欲 那你就不要再去管他了 也不要再去理他了 也千万不要去追问他 必问他,你要知道 爱情呢,它永远不是要来的 它永远是相互吸引来的 第二,一定要学会独立 不要去依赖任何人 不管是感情还是生活 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也不要过快地把自己的未来和别人去绑定 你一定要有爱一个人的勇气 但也一定要有离开的勇气 第三,不要再去过度地分析对方 特别是一些小事和细节 你分析来分析去 只会让你自己更痛苦 而对方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第四,爱一个人的本质呢 其实就是价值交换 对方给你什么价值 你也要给予到对方对应的价值交换 不是你不好,也不是他不好 很多时候分手只是因为你们 现阶段的供需关系已经不匹配了 你无法达成一个价值交换了 仅此而已 第五,爱自己 爱生活,爱工作 这几件事中的任何一个 其实都够你忙活的了 你就不要天天在这里 揪着他不放好吗 还揪着他不放 就是你脑子有问题 第六,你不要在意 他回消息的速度快慢 成年人都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的 都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你天天盯着他 你不如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做好 然后呢,再给自己找点乐子 这不像吗 第七,不要轻易地暴露自己的需求感 所有甜蜜爱情的背后 它都是有筹码的 不要以自我的意志作为转移 不要说我们要什么 然后就需要别人去给予我们什么 如果你经常地去暴露自己的需求感 那你就会被对方逐渐拿捏 同时你也会变得患得患失 然后放下姿态 处于低位 对方只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第八,学会接受 做好自己 你可以不爱我,我也能接受 虽然我爱你 但不影响我离开你之后被其他人爱的魅力 你知道一个人最高级的能力是什么吗 就是自欺而内求 无论爱到什么程度 无论放不放得下 都无所谓 我只关注你的身上有没有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能不能把我想要的东西给到位 第十,千万不要让沉默成本来决定你的未来 如果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 你觉得对方已经完全不能给你提供价值 并且让你持续内耗的时候 那你要做的就是及时止损 不要想着说以前给他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多少精力 第十一 一定要不停地去社交 不停地去扩大自己的眼界 当你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 看过广阔的世界之后 你会发现以前你觉得很重要的那些事情 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最后 只要你敢关注 我就让你的感情幸福 长久不帅 未经许可,ли雪 HO'